好了那因为我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小天使呢 特别帮我请到了一个 我们的老朋友 干细胞医疗专家 我们的陈教授 所以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呢是 如果不幸得了新冠 常见的后遗症有哪些 还有如果像 Dominic这样啊 最近得过了 或者甚至得过不止一次的朋友 那新冠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保养呢 来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的陈教授 是怎么说的 新冠病毒已经困扰了人类 两年半了 这半年来最大的突变 是病毒变成Omicron Omicron的特点就是 很容易传播 但是严重的症状很少 所以全世界现在就采取 以病毒共存的原则 那病毒共存的时候 这些得病者 在英国的统计之中 他们发现 他得到呼吸疾病的 也就是迟段的咳嗽呼吸困难 是一般人的27倍 而心血管疾病是3倍 糖尿病是1.5倍 那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 因为他把血液打到前身去 血液中的红血球就 攜带了氧气 而氧气的来源是在汇部 因为汇部的受伤了 氧气攜带能力的数量就减少 所以心脏要加倍的工作 加上Omicron感染的时候会产生细胞因子昏霸 所以就会让全身的细胞发炎 那发炎在心脏就变成心肌炎 有一些病人还会得到 因为血管的堵塞 冠状血管的堵塞 造成了心肌梗塞 所以这是在心脏病方面的困扰 第三个就是糖尿病 那因为Omicron这个病毒的细胞因子 烘爆会造成了胰脏 被他细胞的减少 所以糖尿病就会因此产生 它可能会增加1.5倍 此外肾脏病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肾脏病它的细胞 有很多的ACE接受器 Omicron进入这些细胞就很容易 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还有发炎指示的因子也造成了肾脏 所以大概增加30%的人 在以后会有肾脏洗肾的问题出现 此此之外就是全身疲劳 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累 那这些很累 往往就是因为细胞因子红爆的关系 另外脑雾就是记忆力大为减退 所以没办法很清楚 这是因为脑细胞受到 那这些种种通常在一个月之内 会得到改善 那我们目前在西医方面给的 就是支持疗法尽量做护健 但是要靠自己的身体的细胞 干细胞才能够恢复 谢谢 好 谢谢我们的陈昌平教授 给了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个解答 这个听了之后 我现在觉得我真的要好好的保养 你看心脏病肾脏病 还有很多的疾病糖尿病 都有可能在得过新冠的病人身上 有这个几率可能会得这些病 所以其实能不得就不要得了 在这边我还是要建议大家 尽量减少出去外出 然后一定要戴口罩 不要因为时间那么久了疲倦 就什么都不做了 那这边我想讲一下 这个后遇见还有一点 就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吃什么都没有味道 我还点了个严肃 就什么都没有吃到 所以你应该可以省很多吃饭的钱 还有请大家好好的要保重 要保养我们的身体